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聖哥 今天利用下午有空的時間做一下裝備保養 像 鏡頭的右手邊這邊,就是一般的 好,所謂的子彈鏢 他是相對的比較便宜 因為 彈工射魚鏢的消耗 也是很大 好,所以我們用便宜的標,然後再來自己加上一個 倒刺 這個算是前置的倒刺 加上這樣自己的設計 不管是之前在移除綠裂溪 因為綠裂溪的平厚 還是說之後的打一些 外來種的魚啊 移除一些泰國裡或漁湖 相對如果在比較浮水面的魚 用子彈鏢也可以打 最主要我們有 自己做的前置的倒刺 比較不容易失敗啦 好,至於說像一般的 打 打水中的目標,好像鏡頭的左手邊這邊 這就是所謂的深水標 加中標 但是因為 因為 他的設計 有些標的設計 他的前面的頭 會比較容易斷掉 像這兩隻 他前面的頭 可能是打到障礙物啊 打到水裡的石頭啊 岸邊啊 他頭就容易斷掉 所以我們就要再把他補強 鏡頭可以看一下我們 就是想要用這種 這幾塊 之前他做烤肉架 好像 鏡頭左手邊那邊那個烤肉架 烤肉架 這個排風扇 都是我們自己DIY做的烤肉架 之前有一些白鐵的 白鐵條腎料 小腎料 我們就預計來把他磨成 加重的鏢頭 好在這邊 好這些就是白鐵條的 一些小生料 好像這個 這個都沒有用了 就把他磨成加重的鏢頭 然後再加上自己設計的前置刀刺 強化之後 再把他捏上去 基本上是像這樣子的樣子 這樣子的設計 把他磨尖 好在漢上加重的 刀刺 加重的 這鏢頭本身已經是比較粗的啦 加重的鏢頭 然後磨尖之後加上我們刀刺 前置刀刺的設計 好再把他捏上去 就把他修復了 待會可以再看 目前是這個狀態 我們待會完成之後 可以再看看完成之後的狀態 好做的 好看好不好用 好另外像深水鏢 我們自己也是有把他加上我們前置 那本來只有 兩個刀刺在後面 我們還是自己把他做了一個 前置的刀刺 其實效果還蠻不錯啦 好我們接下來就來 做一下這個 鏢頭的 OK先這樣子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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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